她是一個小辣椒 很活潑很直接的一個人 歡迎來到粉紅泡泡現場 陳喬恩的富兒代男友 Alan 23日出席畫展 陳喬恩也到場默默支持 穩定交往的兩人 近來時常傳出以求婚懷孕 不過當事人始終是不願多提 這個祕密 祕密 沒有講到什麼 寶貝 我就已經有更親密的成果 什麼 那個只是 就這樣就要開心了 媽媽喜歡小兒子嗎 喜歡見過 媽媽會不會滾子 沒有還好不會 她有時候有些什麼 就是可以有小兒子來 後生的電視 呃這個 MISS 關於未來規劃是保密到底 不過其他跟女友有關的事 她都很樂意分享 我在作畫的時候 她會在有時候在後面看iPad 看那種殺人劇 我睡覺 床旁邊她都會放一本書 就是也是那種分飾案的書 所以 去睡覺之前都蠻害怕的 哈哈哈哈 她有時候會拿食物給我 對 而且她很喜歡點 宵夜 對 雞脖子啊這種東西 我以前從來沒有吃過雞脖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以為要吃雞脖子 後來慢慢的就是 她一直點雞脖子給我吃 然後後來我已經變到 就是很厲害吃雞脖子 我可以把裡面的骨髓 完全沒有 沒有階段的 整條可以抽出來 你覺得好吃嗎 就甜於默化之下 哈哈哈哈哈哈 今日份的放閃看來是足夠了 大家好 感言 好 好